哈喽大家好,我是老高,咱们今天来讲价值的极限 非常常见的,而且有实用价值的最便宜的代表就是铁 铁这种东西在工业上应用很多 但是铁这东西非常不知情 每一克铁只值0.00015美元 这听上去根本就不知道它多少钱 所以一般铁都论吨算 一吨铁大概150美元 比铁贵十倍的是铝 铝的价格大概是每克0.0018美元 一吨的话1800美元 比这个铝贵一百倍而已 就是油 那个油 就是做原子弹那个油 它的价格是每克0.1美元左右 虽然它的价格是铝的一百倍是铁的一千倍 但是其实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 因为一克油能够产生的能量相当于2000升汽油 所以整体一算下来呢 汽油的价格就是油的价格的三千倍 那么贵 所以我们平时用的汽油是非常昂贵的东西 那么比这个油贵60倍 就是世界上最贵的汽车 每克呢 6.15美元 车轮客卖了 不是 换算下来它一克大概6美元左右 想想不贵啊 一克才6美元 你也买得起是不是 这个车呢 这个车呢就是2013年3月份 布加迪推出了一款汽车 这个车的名字呢 是个法语啊 意思呢就是黑车 一辆黑车 那个车就是黑色的 问布加迪为什么这个车的名字这么低调 他说因为这个车本身太高调了 所以名字就低调一点 这个车呢由于是订做的 所以价格非常昂贵 达到了1100万欧元 这和美元的话大概1230万美元 这个车重两吨 所以每克呢只有6美元 普通车重多少啊 也都两吨左右 像咱俩车也两吨 那多少钱一克啊 咱俩车每克的话大概跟铁差不多 哈哈哈 那么这台黑车呢 拥有W16杆发动机 马力呢达到1500匹 峰值扭矩1600牛米 这个都属于专业数据了啊 多少匹 不懂人 是1500匹马的 对对对 就是这个概念 真的 前面像牵了1500匹马一样 0到100公里加速呢 只用2.4秒 这个车呢总共有6个排气筒 一般车也就两个 好一点的车可能有4个 它有6个啊 那么比这个布加迪宝车还要贵10倍的 就是黄金的价格 每克的价钱 对对对 黄金现在每克啊 53.7美金 那种涨了吗 比咱买的时候涨了 咱买的时候是最高点的 对咱在最低减卖嘛 哈哈哈哈 所以赔了很多 那比这个黄金还要贵100倍 比黄金要贵100倍哦 100倍哦 对 就是放射性元素布 那么这个布 现在最常见的就是在核飞掉中了 哈哈哈 就是说核电厂发电的时候 那个油238它裂变了之后呢 就会生成布 它是这个裂变反应的一个中间产物 它的价格呢 是每克4000美金 核飞料这么贵啊 它贵啊是有原因的 它能够做原子弹 哦 用油做的原子弹叫油弹 用布做的原子弹叫布弹 哦它也可以做 对 但是你又没有个疑问就是 油那么便宜也可以做原子弹 它这么贵也可以做原子弹 那为什么不用油用它呢 嗯 是因为油要提纯是非常困难的 布它不需要提纯啊 因为它是 油反映出了一个中间产物 只要从核飞料中把它提出来 就可以做原子弹了 所以布就属于一种 比较简单可以利用的核源 有些小的国家宣称它们有这个核武器 其实主要是布的原子弹 那么比这个布还要贵十倍的就是窜 窜还是窜 啊窜 哈哈哈哈 这个窜的价钱呢 大概每克3万美金 它是清淡的原材料 那比窜这种放射性元素还要贵的 就是世界上最贵的表 百达菲利的亨利格雷夫斯超级功能块表 每克呢4万3000美金 这个亨利格雷夫斯啊 就是当初订购这块表的人 它是个银行家 它在1925年的时候 透过百达菲利设计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一块表 百达菲利花了三年设计出来 又用了五年给它造出来 它呢有24项功能 这块表在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表 直到56年后 百达菲利又推出了一块叫做Caliber89的表 复杂度呢超过了亨利格雷夫斯 但是呢这块表借助了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 所以呢亨利格雷夫斯啊 仍然是人手功能造出的最复杂的表 那么这块表呢在2014年的瑞士拍卖会上呢 以2323万7千法郎的价格拍出去了 这个表重呢536个 所以每克呢大概43000美金左右 它还能计算出来每天的日出日落什么的 没啥兴趣 你这不也能呢 那我的功能比它强大很多 我能打电话能听音乐 哈哈哈哈 那么当初这个格雷夫斯花了多少钱定制这块表呢 当时是花了6万瑞士法了 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 就是纯看价面的话 现在已经翻了1300倍了 但是如果考虑通货膨胀的话 这个表本身的价值只翻了100倍 只翻了100倍 翻了100倍吧 好比这块手表还要贵的就是钻石 钻石啊现在大概每克6万美金左右 钻石通常不用克来形容 是吧叫克拉是吧 为什么钻石不用克来形容 是因为1克等于5克拉 而5克拉的钻石比较少 所以一般不用克来形容钻石 那么如果1克6万美金的话 相当于1克拉大概1.2万美金左右 是吧 日元的话130万左右 差不多是吧 那你也要看 金珠 七宫 什么形状 价钱都不一样 颜色 但是能买下来 一百多万每克拉 是啊 世界上最大的钻石是什么钻石指动 那个手杖 哎呀你还指动 相当厉害啊 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啊 叫做非洲之星 又叫库里南之石 是一颗3106克拉的钻石 哇 折合成克的话 大概是621克左右 这个钻石呢 是在1905年的时候 在非洲的一个叫库里南的这个 矿里边发现的 当时发现的时候 发现墙壁上有一块玻璃 怎么强着出来块玻璃呢 就拿刀啊去划 一划发现划不动 钻石 挖出来就3100多克拉 南非政府就看好这块钻石 以15万英镑的价格 从这个老板的手里买走了 南非政府 把这个钻石买走之后 干什么呢 把它当作什么礼物 送给了英国国王 爱德华七世 他当时过66岁大寿 为什么南非政府 会把这个钻石 送给英国国王呢 是因为当时的南非 是英国的殖民地 所以就为了讨好这个国王嘛 爱德华七世 收到这个钻石之后 立刻把它切上了9份 最大那块呢 1530克 是镶在他那个权杖上的 现在呢 放在伦敦塔上 永久展示 剩下大部分 都做上当时 玛丽王菲的装饰品 比如说项链 现在穿好几块 皇冠上有一大块 这是南非之星二号 在这儿 好比钻石更贵的 就是这个世界上 最贵的画 画的东西超贵又轻 是吧 每刻呢 大概7.5万美金 是谁画的画呢 就是我们前两天 刚刚介绍的 两岁就能抬头的 达芬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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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一幅叫做 救世主的画 那幅画呢 在我们当天那些视频里 没有介绍 我说他有13幅作品 都没有这幅画 是因为这幅画 一直以来 都有争议 究竟是不是达芬奇画了 不知道 那么目前推测 这幅画可能是在1500年左右的时候 达芬奇呢 受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呢 所托画的这幅画 后来呢这幅画呢 传到了英国的 叫查理一师手里 到1763年的时候 这幅画就不知道哪去了 直到200年后呢 1958年的时候 这幅画突然又出现了 出现在一个拍卖会上 当时在这个拍卖会上 认定这幅画是赝品 嗯 结果呢 有一个人以45英镑的价格 给拍走了 拍走了之后呢 直到2005年的时候 被一个美术商人 以1万美元左右的价钱买走 后来这个美术商人 对这个画进行修复之后 发现这幅画 很有可能是达芬奇的真迹 结果呢 到2013年的时候 被瑞士另一个美术商人呢 以8000万美金的价格买走 他买走之后 转手呢就以2750万美金 卖给了当时俄罗斯的一个富豪 这个富豪呢 现在是世界排名第224倍了 叫做德米特里雷格洛夫列夫 那么这个雷格洛夫列夫 买了这幅画之后 立刻就知道了 这个瑞士画商 是以8000万美金买的 于是马上就控告瑞士画商 诈骗 你8000万买了 转手就1亿多卖给我 诈骗 结果在2017年的拍卖会上 他就把这画拿出去拍了 在18分钟之内 就被沙特的一个王子 以4.5亿美金的价钱买走了 这个王子呢叫巴德尔 这个王子呢 是沙特王储的一个远亲 买走这画之后呢 就放在阿布扎北卢浮宫了 这个卢浮宫啊 是法国巴黎卢浮宫的一个分馆 虽说是分馆呢 其实由阿林求自己建 租用了卢浮宫就名字 所以他也可以叫卢浮宫 租期是30年 多少钱要租金 5.2亿美金 这个博物馆本身啊 建造才花了20亿美金 这幅画就4.5亿 租个名就花了5亿 他不管是真品还是艳品 只要最贵的就行 对 这个叫巴德尔的王子 从来没有拍过这个艺术品 一出手就4.5亿 所以很多媒体就觉得 这不是他买的 就是沙特王储想买这幅画 但是不想自己亲自出面买 觉得没面子 然后就拖了个远亲说你帮我买一下 然后送给我 我就帮人家举牌去来着 是吗 拍卖会啊 他也是不好意思拍吗 我说过不来 举这个过瘾吗 过瘾 是我的钱 像这个才过瘾的 完全不考虑价钱 就举就行了 肯定是你 最开始就是东京的拍拍画 真的能拍到好东西 又便宜又好 现在拍不到 后来这前五年开始就已经 好东西都被人拍走了是吧 就是都过来拍 然后有电话委托的 就世界各地都来拍是吧 那就没有了 拼不过人家是吧 没钱就说没钱 非说没好东西呢 那么这幅就是主的画的重量 我没查到 但是我查到了蒙娜丽莎的重量 蒙娜丽莎加上外边的框 总共重8公斤左右 这个救世主比它小一点 我估计它就6公斤 所以算下来大概每克7.5万美金左右 如果只考虑里边那个纸的话 可能就几百克 如果就几百克的话 这幅画每克可能就100万美金以上 好那么比这幅画还要贵的 就是一种化学元素叫做卡 每克2500万美金 这也是一种放射性元素 这个卡为什么叫卡呢 是因为它是美国的加州大学 最先合成出来 加州大学不叫卡利福尼 就取它那种卡 这个东西有非常强的放射性 而且是一种非常强的 叫中子源 不断发射中子那种东西 所以它是非常好的核引爆材 核引爆的时候 不是一个中子打到 裂变元素当中 它就开始裂变了 像这个卡这种东西 特别适合做这个东西 一旦放进 就开始爆了 而且它本身也可以做成核弹 所以很多人担心它能做成超小型的核弹 特别便携 但是事实上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卡这种元素 合成起来非常的困难 而且价钱非常高 目前能够制造卡这种元素 只有两个国家 美国和俄罗斯 美国一年的产量0.25克 俄罗斯是它的十分之一 所以想把它最初弄成核弹是很有困难的 不过它也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东西 做一些科研的研究或者是治疗癌症 能吗 就是放疗嘛 放疗不就是杀死一些组织嘛 它就特别好用 放射性特别强 反过来说 就是它对于生物的这种毁灭性也是特别强的 比这个卡还要贵的 就是这个世界上可能最贵的东西 什么 这个东西咱都没见过 世界上最贵的 暗物质 差不多 是反物质 反物质又是什么 反物质咱以前讲过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质 我们看到的物质都是正物质 和这些物质性质完全相反 对一种物质呢 就叫反物质 它的性质完全相反反到什么程度 时间也是相反 反物质时间是倒流的 理论上存在 在自然界中几乎没有发现 后来在实验室里做出来 serum 做出来 最多的时候一分钟能制作出来 1000万个反轻 就是反质子 这个速度感觉很快 就以这个速度想制造出一颗反物质 需要1000亿年 地球的寿命才40几亿年 做出一颗反物质需要1000亿年 就完全没有可能了 那么这个反物质有个特点 就是它和正物质相遇的时候 它就都会消失 所以说 现在实验室里造出来的反物质 一造出来它自己就消失了 那怎么知道它造出来了 检测出来 存在了一瞬间 然后就消失 后来呢 serum就想办法 说怎么能让它存留时间更长一点 因为你想用它做一些化学实验 是不是 就想了各种的办法 就比如说 完全真空 里面没有任何其他物质的情况之下 然后呢 用电磁把它固定在中间 以保证它会不与任何东西相中 目前好像最长的记录大概是 把它稳定在那17分钟 那么这个正物质和反物质相遇的时候 它在消失归消失 消失的同时 根据智能方程 所有的质量就全部转化成能量 于是就会爆炸 它这个爆炸的威力 和核弹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就轻松毁灭人类 甚至有人说轻松毁灭一个太阳系 毁灭一个宇宙的都不是问题 但是大家注意 它这个爆炸是个附属品 它毁灭所有的东西 不是真的毁灭 它是让所有东西真的消失 然后爆炸 那个东西就真的没了 它不是说把这个东西炸碎了 或者什么 那么为什么要造它呢 就是因为 我们想了解物质这个东西从哪来 这个宇宙里边 正物质量和反物质量应该是相等 它们相遇之后 不断的消磨不断的消失 不断的消失之后呢 这个宇宙又回到原先 什么都没有这个状态 才对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大量的物质 举眼望去对宇宙里全是物质 一点反物质都没看出 举眼望去 举眼望去 就有人怀疑说 是不是有大量的反物质被困在什么地方 我们到现在都没发现 所以到处得找这个东西 那么找不到没有办法就得自己造 一旦呢 我们能够生成稳定的反物质 我们就完全可以控制物质这种东西 就是说我们可以任意让物质变成能量 又可以让能量变成物质 这种感觉就特别像生命 这种感觉 就是说我们不知道生命这个东西从哪来的 但是我们能看到什么 生的东西能变成死的东西 我们却不能让死的东西变成活的东西 那就很奇怪 如果死的不能变成活的 那最初的活的从哪来 就是说就是宇宙里面 如果最一开始没有生命的话 那就是从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 变成有生命的东西 如果没有生命的东西 能变成有生命的东西 就意味着死的能变成活的 其实研究这个反物质的过程 也有可能就能够让我们了解 就是生命的起源 以及怎么制造生命 而且还有一个意义呢 就是如果我们能控制反物质 我们就真的能控制时间 可以倒流 可以倒流 那我们可以倒流到第一个生命诞生的时候 对 如果进化论成立的话 我们可能通过倒流 怎么的倒流的感觉 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通过一种倒流 就能回溯有些东西的历史 当然可以控制时间 不仅仅是这样一种方式 控制时间 就是反物质和正物质 它在结合的时候 能释放大量的能量吗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能量 来制造一种特别先进的引擎 这种引擎 现在按理论来说 能够把我们的火箭也好 飞船的速度 提升到二分之一光速 这样的话我们星际穿越的速度就快了 而且 当我们速度达到二分之一光速的时候 我们的时间就减慢了 这也是一种控制时间的方法 通过速度来控制 所以生产这个反物质是非常有意义的 但是一克反物质的价钱呢 现在生产不出一克了 只是推算出来 一克的价格大概是60兆美元 这个60兆美积什么概念 就是全地球的国民生产总值合起来 才能造一克 所以特别的昂贵 以后要是生产提速了的话 能便宜一些 能便宜 其实在以前更贵的 以前在100兆美金以上 现在已经到60兆美金了 好了 这就是世界上最贵的东西 没有比这更贵的 那比反物质更贵的应该就是生命 哦 你要这么说的话 确实是 虽然很常见 但是 那比生命更贵的 那是自由 哈哈哈哈 嘿 嘿 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